马上来关心在台南市的一名女子来到一间餐厅 偷菜要来喂食流浪狗 店家发现之后报警并锁赔了两万块 家属好不容易凑足了赔偿 但是女子最后还是被移送罚办 有远警是报不平在脸书上po文指责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王岳芳 告诉大家最新发展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监视器画面清楚的看到了 这一名女子呢 她是偷了到自助餐店来偷菜 她主要是要偷菜回去喂流浪狗 因为她的经济状况很不好 没有钱可以买菜喂流浪狗 因此是到了自助餐店来偷菜 结果被店家当场发现 而店家也立刻的报警 而平面媒体是报道说 店家一度是向她的家属索赔两万元 不过店家是澄清说并没有这样的情形 他们并没有索赔 那么最后这名女子仍然是被移送罚办 而袁景呢就在脸书上面po文呢 就为这名女子呢抱不平哦 指责店家并没有同情心 也引发网友讨论 不过呢由于窃盗本来就是属于公诉罪 是没有办法撤告的 所以呢这名女子最后还是被移送罚办 而店家也一再的强调哦 是因为女子呢连续三个月 陆续都到店里来偷菜哦 所以呢他们在发现的时候呢 气不过才会报警来处理 不过呢他们也强调 他们绝对没有向这个家属来索赔两万元的金额 那么这是来自目前相对情形镜头交还 彭内主播哦